李洋英大笑道 多谢我那帐方先生啊 孔安怡的一声 显示怀疑有人捉刀 李洋英捏如地道 多亏我那帐方先生 替我垂背揉腰 孔安哼的一声道 日后啊 要好好努力啊 是是是 下官理会的 跟着急急往下一跳 大喝道 老子重视了 便与众兄弟欢庆 秦仲海轻咳一声 眼见着李洋英这段土匪 都能领奖 自己更不能泄气了 他看众多手下 都有荒奇之意 当即低声道 看一下 你们等着看吧 冠军必是你老子 孔安倾了倾嗓门道 这班巴冠军之前 这老夫先得说明一事啊 众人听他此言颇为奇特 急忙抬头聆听 孔安道 这次冠军呢 极有争议 这原本应笔法太过新颖 过于特异 本想要令其从缺 但应读者莫不垂泪 替流 只觉这等佳作若不公诸于事 实在太过可惜 众位大人几经讨论 这才决定赏下这特强 众人都是讶异 不过是一篇永探诵 谁知竟能让人痛哭流涕 说来实难令人理解 孔安向清仲海一笑 道 清阳军啊 恭喜你了 你写的一首好文章呢 清仲海仰天大笑 得意洋洋走了上去 道 哈哈哈哈 本就该我得奖 有什么争议不争议的 嗯 只应你文章实在特别 这把这西角牌楼 当作是梦中情人来永探 这才感动无数乐卷大人哪 啊 你说什么呀 嗯 清清无碍 五知梦营 无日或望 难受相思啊 说着孔安用力往清仲海 肩上一拍 赞道 嗯 你对西角牌楼的这份爱 我等都是万分感动呢 清仲海恍然大悟 才知那管家迷风错误 竟将清清无碍送 放到了西角牌楼送的行风里 他面上尴尬 悬色道 哎呀 惨了 卢兄弟那儿 不知有无出了乱子 可别给我害惨了才好啊 正想见 却听孔安道 这是啊 这秦将军平日要注意卫生啊 你虽然深爱西角牌楼 可是不可以用嘴去舔去咬 不然肚子纳西可会伤了身子呢 秦仲海连连干笑 心道 他奶奶呢 这下错有错操 居然叫老子赢了大奖 真他妈的莫名其妙了 却说秦仲海搬了个奖牌回家 正想挂在何处炫耀 呼听管家来报 说柳王天有事相伤 当下习道 哎 好啊 老子正想找人说嘴 侯爷自己送上门来了 嘿嘿嘿 说着便抱着奖牌 直往门外冲去 到了刘府 只见柳王天与杨苏冠面色凝重 已在等候中人到来 秦仲海笑道 哎 干什么了 痔疮又发了吗 柳王天骂道 犹在胡说 告诉你 大事不好了 秦仲海祈祷 啊 什么大事不好了 这皇上也生痔疮了吗 你还放 放那个气了 先下朝廷风起云涌 已到生死立判的地步了 生死立判 那又是干什么了 说着 往杨苏冠看了一眼 之前 他神情也是凝重异常 了来此事 非同小可 据说吴定远 也接到消息 正往刘府而来 这几日 众人玩闹逍遥 没半个人去做正经事 却只有他一人 躲在志使府中 抄写当年 燕灵标局的案情 打算凭着这张卷子 说服柳王天等人 查办此案 他从最早18名标师 惨死开始写起 一路寄出到燕灵标局主案 齐伯川死于马王庙等情事 吴定远满腔悲愤 洋洋洒洒写了十大章壮旨 痛承昆仑山众人 如何凶狠毒辣 知府陆清正 如何与匪人勾结 他文笔虽然不佳 但凭着一股浩然正气 却能令人感动万分 吴定远匆匆走进刘府 这见众人都已到来 柳王天与杨苏冠脸上神色凝重 两人正次低声交谈 那卢元却容光焕发 好似没愿进去的模样 吴定远宁目看去 这见青中海手上却拿了个奖牌 不知从哪里搞来的 正对着卢元大声说嘴 一旁围子壮 替吴定远拉过了一位子 便请他坐下 柳王天见众人到齐了 便道 大家听好了 今早皇上吩咐下来 三月后刑部沈刘靖 大离寺 沈江冲 上回两派人马 与我们联络的事情 已不能再拖下去了 须得做个回复 今日找你们来 正是为了此事啊 吴定远听罢之后 心道 好啊 原来又是这件事 我竟是定远说服侯爷 也好早日了结 英灵标局的案子 想到此处 脸上现出极为激荡的神情 柳王天道 两雄怼伯 已到最后一步 三个月后 江冲与刘靖二人 各自面临一场官司 一件是兴部会审东场 另一件便是大离寺会审江冲 若不出老夫所料 双方定会各出奇招 拼命陷害 到时朝中定会腥风血雨 乱成一片啊 杨苏冠点头道 嗯 据说江冲这边 找出了一个关键人证 自愿出来指证刘靖 只怕刘总管很难讨好啊 众人听说 江冲居然能买动刘靖身边的人 都是大为压抑 柳王天道 虽说江冲阴毒 但那刘总管 也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这场大审 刘靖也找来一位 大名鼎鼎的人物 前来审讯江冲 若不把他究底夫法 他是绝不甘休的呀 秦仲海 欧的一声 问道 哦 这刘靖还有什么法宝啊 他的手下薛奴二 不是才给人打了一百大板吗 柳王天 嘿嘿嘿一笑 道 刘靖根基深厚 区区此事 还难为不了他 据说 此次为了找出这名人物 刘靖还特地请出穷国长 垮刀游说呀 众人都是欧的一声 问道 啊 究竟此人是谁呀 杨苏冠速来冤博 当即陈莹道 莫非便是大理寺寺清 即将告老还乡的徐忠敬吗 柳王天一拍大腿 赞讨 嗯 素官贤侄 果然了得 正是这位徐四卿 这位徐大人 名叫徐忠敬 外号叫做徐铁头 一来是说 他专砍人家的脑袋 二来是说 他自己也不要脑袋 有了这位徐大人出马 姜冲也不得不忌惮三分啊 这次梁雄相争 究竟鹿死谁手 不到省瞒这两个案子 那是谁都不知道了 武丁元想道 这徐铁头如此了得 想来江冲 逼人要遭啊 青念及此 忍不住大事兴奋 柳王天又道 老父近日 请诸位来此 便要大家同来定夺对策 咽下两兄相争 不日便要开打 咱们眼前若要找人合作 诸位以为 诸位以为谁是恰当啊 这事已经是第二回提起 杨苏冠当下轻轻一咳 率性发言道 我主张与江冲合作 那日江冲许下了 京畿都指挥使司的要职 此刻朝廷局势文外 咱们若能拿下这个位子 定是本少利多 何乐而不为呢 吴定免听得此言 知道杨苏冠主张与江冲共敬 心中声声不乐 一旁情众还笑道 呵呵 杨郎中此言大大的不对啊 俗话不是输了吗 雪中送探是君子 井上天花称小人 现下江冲事大 流经力小 你一没讨好这流氓 他未必会真心领情啊 此言一出 杨苏冠历时不以为然 正要出言反驳 柳王天却道 啊 诸位稍安勿躁 我有几件事 要吩咐你们啊 众人答应一声 都静了下来 柳王天望着面前的死人 道 你死人都未成情 尚未成家礼 说起来 老夫便像是你们的 清伯父一样 总要把你们四人平安护持 直至你们各有一片天地为止 这番心意 你们可曾知晓吗 众人站起身来 恭声道 多谢侯爷爱护之意 柳王天叹道 啊 我行事一向小行 那也是为了你们的前途打算啊 这次两兄对决 情势异常为难 你们可别忘做主张 如要惹出更大事段 只怕呀 对大家都不好啊 众人齐声应诺 柳王天看了武定远一眼 道 啊 咱们一个一个来 定远啊 你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武定远一心一意 要为燕灵镖局复仇 当下道 下官千里亡命 所求无多 不过是替燕灵镖局 满门求个公道 不论侯爷决定 与哪派合作 下官只求 能将这个案子破了 也好 安死者之灵呢 众人都知 他身负血仇 像以燕灵镖局 血恨为己任 对此言 都是不觉意外 武定远地上壮旨 道 侯爷 我这儿有一份燕灵镖局的壮旨 还请您拨目 柳王天随手翻了一番 却是不知可否 武定远心下暗暗焦急 寻思道 看侯爷这个模样 当有其他妇案 若正要与江冲共敬 我要如何面对 死去的七家父子啊 我 我该怎么办呢 柳王天将壮旨 递给杨苏冠 问道 燕灵镖局 与你少林渊源极深 杨贤直 可有高捷呢 杨苏冠借过壮旨 翻了几页 摇头道 以江冲太师的地位 躺屋六部会审定业 只怕很难搬到此人 何况 燕灵镖局议案 难处甚多 若想从容破案 只怕大事不易 依我之见 燕灵镖局议案 急不得 须得从长计议 听他言下之言 自对武定远之说 有所保留 柳王天嗡了一声 道 啊 照杨贤直上会的说法 那是有意与江冲合作 好来换取 直立都指挥史司的大位 却不知大家 意下如何呀 武定远最是痛恨江冲 深怕柳王天 正要与这奸臣合作共事 他暗自心急 但自知 上次举止过于鲁莽 已有犯上之嫌 此时便不敢任意妄言 他命望卢元 希望他能出言反对 想来仗着星科状元的气势 也许能令柳王天 杨苏冠回心转意 但卢元上回并未与会 此时只静坐聆听 并未多发一言 吴定远心交忧虑 可又苦无机会 与卢元私下交谈 一时指示发慌 柳王天道 仲海啊 说到与江冲合作 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众人转头去看 却见秦仲海 颜面低垂 浓眉景皱 却是缓缓地点了点头 吴定远心下一梁 想到 惨了 连秦将军也变化了 这下就我一人反对 看来更是故障难明了 杨苏冠心下一席 按道 此为实施物者为俊杰 仲海果然是真英雄 绝非拘泥之人 柳王天见秦仲海同意 便道 啊 仲海你既然同意 那便说说你的理由吧 众人见秦仲海双目紧闭 神情似是忧虑无比 心中都想 仲海平日里虽是嬉笑怒骂 领到大关头 却还是正经八百的模样 想来这件事 也正是难为他了 过了半晌 秦仲海仍在长口不休 柳王天道 仲海啊 你赶紧说吧 我们都在等呢 他催促一阵 只听秦仲海道 呼 呼 众人行下一骑 寻思道 啊 这 虎 那是什么意思啊 莫非要我们消灭朝中八虎吗 柳王天皱眉道 虎 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你说清楚点 秦仲海道 修 修 柳王天骑道 修 修什么呀 要把江冲修了吗 众人当时交头见耳 都搞不清秦仲海的意思 柳王天喝道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秦仲海道 众人互望一眼 低声道 呼呼羞羞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杨素冠哼了一声 道 哼 别问了 他在睡觉呢 柳王天大怒 灯使大吼一声 喝道 秦仲海 你给我起来 却见秦仲海 跳了起来 惊道 怎么了 是火了吗 杨素冠叹道 唉 我们在谈大事 他却来这睡觉 真是 柳王天急之抱贺道 分屠之强哪 秦仲海急忙转身 细细在墙上插看起来 慌道 哪有分屠啊 等一下找管家清理干净呢 杨素冠叹道 唉 在我住寝 父子曰 朽木不可凋也 奋斗之强 不可污也 秦仲海尴尬一笑 道 墙上全之粪 当然不能再污了 他甘笑数声 道 唉 嘴里好渴呀 请喝杯茶吧 说着 伸手拿起柳王天的茶杯 连问也没问 竟此大哭牛饮起来 柳王天哼了一声 道 哼 方才见你点头连连 莫非是同意与江冲合作吗 清仲海大吃一惊 猛地满嘴茶水 济舌而出 便往伍丁绵脸上喷剧 伍丁绵吓了一跳 他以获天山争传 此刻武功超凡入胜 当下双足一点 冲天而起 躲过了清仲海的水溅 伍丁绵闪闪开后 那茶水便往杨素冠脸上喷剧 杨素冠一惊 使出小小声法 立时闪到一旁 卢云此时正在回想 与顾千禧间的甜蜜情事 哪料到一股水溅扑面而来 煞食阿牙一声惨叫 已被喷得满头满脸 秦仲海欠然道 对不住 当下急急走来便为炉原擦拭 两人擦了一阵 只听柳云天怒道 仲海 你赶紧把话给我说清楚 咱们要与江冲共事 现下定员反对 速官赞成 你到底意下如何呀 秦仲海 黑黑一笑 双手一摊 道 这事啊 我毫无意见 诸位怎么说 我便怎么做了 他与江冲 刘静两家都无仇怨 虽对刘静 交据好感 但也没必要 替他出死力 当下便两不相帮 柳云天 咳了一声 道 你既然没有旁的意见 那便去坐下吧 秦仲海哈哈一笑 镜子回坐 这见 他笑嘻嘻地眼望炉原 神色却是颇有深意 果见柳云天转看炉原 道 啊 卢贤志啊 杨郎中赞成 武志时反对 秦将军有无意见 这档口便看你的了 你若是赞成 老夫长考之后 当会与江冲合作 可你若要反对 老夫便会选择 刘静这一方 你倒是说说 你的看法吧 众人一起往卢云看去 都要看他事项 武定免心道 卢兄弟是我的生死弟兄 赵李应该会帮我 只是他脾气古怪 不知他会不会 忽然反戈呢 杨苏冠心道 惨了 卢云与我交情平平 前些日子在我家里 还弄得很不愉快 这下定会反对了 他这几日颇为忙碌 中间还抽空 离开京城一趟 一直没空邀约 顾千禧出门 是一不知 卢云与顾千禧之间的事 众人各存心思 都怕卢云出言反对几件 众人当中 却只有轻重 还一人笑盈盈的 轻道 咱们卢兄弟 以兵法谋略剑长 且看他大发议论 导师必有见地 卢云沉吟片刻 他方众静视 想不到便面临 如此重大的难题 已是长考连连 神策颇见为难 刘王天催促道 卢贤之啊 你这就请说吧 卢云想了一会儿 道 照在下的遇见 即便我们与刘静合作 仅凭我们两家的实力 只怕依旧推不到江冲 不过突然浪费心力而已 吴定远暗叹道 唉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真的倒戈了 杨苏关兴下一席 想道 都说卢云是个古板书生 想不到英雄所见略同呢 二人正想见 卢云又道 可是 我们若与江冲合作 那也是与虎谋皮 非但拿不到 京畿都指挥师死 还会被他倒打一耙 只要刘静一灭 成王齿寒 下一个就是我们了 杨苏关双眉一宣 道 哦 何以见得 卢云道 方京两雄对决 朝廷无数小人 都在乘机 要挟江冲和刘静二人 希望从中间 捞些好处 照我看来 想要这京畿都指挥师 私一职的 只怕不再少数 只怕江冲 未必是真心给我们 除非他即日便送上 这个大缺 不然根本无需理会 柳云天汗首道 嗯 卢贤之这话 有些道理啊 此事 咱们不可不防啊 杨苏关道 那 赵卢兄的意思 咱们便该 与刘静合作了 卢元摇头道 啊 那倒也不必 赵卢兄所说 咱们既不与江冲合作 也不与刘静交往 莫非要坐以待毙 等抵定大局之后 再让这些人来收拾咱们 哈 杨郎中所言未必太过了 放心咱们筑留也好 筑江也罢 都是为人作驾的苦功夫 不知大家为何如此思索呢 杨苏关黑的一声 道 此刻若不筑留 便需筑江 局势使然 咱们根本没得挑选呢 卢元摇头道 我主张两不相助 众人闻言纷纷嗤嗤一鼻 杨苏关更是笑了起来 柳王天微微摇头 心下感叹道 唉 这卢贤侄啊 还是太能 这话正是书生之节呢 却听秦仲海大喝一声 道 大家吵个什么劲啊 先听到把话说完呢 众人闻言 这才安静下来 卢元向秦苏关威仪点头 以示谢意 跟着道 当今流江对决 正是所谓欲榜相争 渔翁得利 咱们身为朝城 实军之路 正该趁此良机 一统乱政 重振朝纲 众人听了这一话 都是嗷了一声 获感兴慰 只听卢元继续道 方才听侯爷所言 这次大理寺省闻将冲 主要是查看 他擅自调动 玉门关守军一案 其实路要搬斗将冲 此案恐怕还远远不及 燕灵镖局血案 来得有用呢 听得燕灵镖局四次 众人形下都是以灵 吴定远更是大威兴奋 柳王天双眉一宣 显然也看中其中关键 当下道 嗯 卢贤之快行说吧 老夫远闻其详 一在下看来 燕灵镖局一案 前后牵连知府梁之义 御史王宁 齐家满门八十三口 株连之大 涉案之广 可说是甚为罕见 倘若咱们能在 腊月二十大理市 惠省江冲之前 将相关人证物证 网络齐全 凭着这件天地其案 定可彻底截至江冲 带得把柄献出 线索录入咱们手中 解释风行草眼 任他江冲再大 也难只手遮天 卢元过去曾听吴定远 提及燕灵镖局的案情 此事便以此剖析情势 果然思思入口 入情如理 柳王天点了点头 道 嗯 陆无贤之所言不错啊 只是江冲这人 狼子野心 岂能容忍我们 去调查本案呢 倒是杀人放火的局面 生僵出来 只怕两边都不讨好啊 这次西行调查 杨皮一事 已然弄得腥风血雨 吴定远还查着 毕命天山 柳王天早经众人禀告 此时便将忧虑拖出 秦仲海呼道 唉 眼前江冲与刘靖争斗正凶 两大全城都是焦头烂额的局面 恐怕没有余力对付咱们啊 咱们若能趁机着手调查 阻力必小啊 秦仲海这话倒是不错 以刘靖而言 他若知柳王天重开燕灵标局一案 非但不会有所阻挠 说不定还会派人相助 对江冲而言 虽说燕灵标局一案是冲着他来的 但他最怕刘柳两派合二为一 即便知道柳王天着手查访 也不知立即翻脸 反倒会寻求和解让步的机会 以免父辈受敌 众人莫不是老练江湖之人 见识自知明白 此时听秦仲海一说 便都点了点头 卢言见众人都有首肯之意 行下一席 又道 等咱们把人证物证网罗齐卷后 定能遮住江中 日后 助流则将灭 助江则流灭 从此 朝廷三派之中 自该数柳门最为雄强了 柳王天意想不错 喜道 啊 慈祭大庙 咱们正该如此啊 武定元更是露出欣慰的陈色 杨苏观道 卢兄所言不错 可是要掌握全案 其中还有几个难处 一来犯案之人是昆仑高手 恐难一举将他们制服 二来 竹林昭这些人 极可能守口如瓶 即便抓住他们 恐怕也难逼其招出指使之人 咱们突然劳实动众 却恐怕会白忙一场呢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 斗知其中颇有困难这处 柳王天陈吟片刻 道 嗯 杨贤之所了不错 此事不可不慎啊 他知武定元是捕快出身 这等审讯追捕之事 定然在行 便问道 啊 定元啊 若是由你来接这个案子 你打算如何办理啊 武定元听得柳王天垂拳 登时大喜 忙道 卑职与昆仑山抽身四海 只要侯爷吩咐一声 卑职明日便启程出发 前去打探这群贼人的下落 下馆江湖朋友不少 只要详家查访定会找到他们的情宗 柳王天道 听苏官说来 这批匪人似乎武功不弱 你可有把握轻住他们啊 吴定元担心跪地 愤然道 侯爷放一万个心 下官便是性命不在 也要将这群贼子千刀万垮 以为燕灵镖局满门载天之灵 这吴定元拼诉老练精明 但为了燕灵镖局一案 非只丢光顽命 极力生死大邪 甚且还曾遭江湖中人怀疑操守 可说日日夜夜都是以此悬念 此时柳王天问起 自是激抗男人 当下便有立定生死状的决心 众人见他满面愤慨 语出悲壮 似有无情的血海深仇 都是为之以惊 柳王天与杨苏冠对望一言 两人都是轻轻地摇摇头 却是身以为忧的身色 秦仲海心道 看吴之是不要性命的模样 倒是与卓灵昭仪照面 只怕反而坏事啊 我看侯爷绝技不会派他出马呀 秦仲海跟随柳王天日久 甚至他坐视保守 以吴定元陷下的愤慨怒火 柳王天自不会放心他去盘事 了来这案子定会托付他人 古听柳王天转问维子状 道 你可曾知道昆仑山人马的行踪呢 维子状摇头道 自从华山议会之后 那竹林找我有如修正匿迹一般 全然不在江湖上走动 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要是找不到这批人 这案子就难了 他看向杨苏冠问道 你少林死可有消息吗 关于这群人的下落 诸位大量大可放心 据本次传来的消息 昆仑门下已然到江南去了 吴定元豁得战旗 大声道 原来这群贼人去了江南 咱们这就去追杀他们 柳王天将他神带冲动 忍不住肘起了眉头 吴定元确实不觉 物质咬牙切齿 杨苏冠倾咳一声道 据说竹林昭败给宁不凡之后 身心俱创 便躲到江南苦思兴剑法 只想再找宁不凡一决胜负 只是他门下的匪人行不住 便在江南一带行凶杀人 已然灭掉十余个弱小门牌了 维吾二人闻言大怒 齐声道 这群贼子当真无恶不作呀 柳王天思索片刻道 既然如此 咱们事不宜迟 该赶紧动作才是啊 说着对卢元道 啊 你不数日 便要到江南赴任了吧 这是 下官后日便要启程 前去常州上任 嗯 好 卢先知到江南后 先去打理打理 几日后 我会上走曹廷 再请宿官去悬查沿江防务 这回卢先知与杨先知两位 一起下去江南板上 不将这群匪人绳之以法 绝不罢休 卢元与杨思冠一同站起 拱手道 警封侯爷一指 柳王天取出令牌 交在卢元的手中 道 倘若遇上昆仑山的人马 你竟自刁动江下的守军 前来拿人 那儿足有三万大军驻扎 不怕这些匪人不从 只是啊 费到最后关头 万不必与他们应拼啊 啊 属下知道 五定免听着派令中没有自己 忍不住心下一惊 颤声道 侯爷 我 我与昆仑山向来有仇 你为何不派我去啊 啊 这几日眷勿繁忙 老夫相请你多在京城停留几日 反正卢贤侄也要下去江南 这案子啊 不妨就交给他办吧 五定免兴下难受 只低下头去 两酒不渝 卢云归一言道 五兄万别气馁了 这案子是你开的头 小弟自当好好收尾 到时还要向你多加指教呢 五定免叹息一声 低声道 唉 若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五某自当经历 秦仲海见五定元沮丧 请知他心中不喜 当下也劝道 嗨 老五啊 这卓灵招又不止于你一人有仇 老子也跟他的情兽是不共戴天的 便算你首养想杀人 你让卢兄弟将他设计情注 届时 安排你老兄轻上刑场 来个轻子咔嚓 不也算报仇了吗 五定元嗡了一声 轻轻地道 啊 清将军说得没错 谁来执法都是一样的 众人见他账簿 心下都是一宽 柳王天道 从明日算起 三个月后 正是腊月二十 当是朝廷大神 奸臣的时刻 咱们需得赶在大神之前 将夜宁镖去的凶手 声情怀敬 也好拿来挟持江冲 倘若江冲名满不灵 始终不肯让步 咱们便与刘景联手 两岸并陈 一起送入大理寺会审 向他将冲虽然嚣张 却也挡不住这等功识啊 杨苏冠登时站起 大声道 侯爷英明 清中海等人也都称事 只有五定元低脱不语 神态盛事落聊 刘王天道 诸位这几日早些准备 可得动身了 确听杨苏冠道 侯爷且慢 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奉告 哦 杨贤知情说 啊 这些日子 我从少林寺那里 听到一个风声 是关于刘景的 众人见他神色凝肿 心下都是好奇 询问道 哦 什么消息啊 据说今年正月 刘景也曾远赴天山 五定元一愣道 啊 他曾到天山 可我未曾见到他呀 啊 这是我派林英师兄 亲眼所见 绝记错不了的 五定元嗷了一声 他知道 林英已然平安凡思 这些日子 也颇记挂他 却不知林英 曾有这段奇遇 杨苏冠又道 据林英师兄所言 那日他与一位李庄主 被迫离开天山神机洞 众人才过得一座木桥 便见刘景 与一名容貌猥琐的男子 躲在树林 那猥琐男子 背着一只大麻袋 里头不知装着什么物事 两人便自匆匆离去了 唯子壮问道 诶 怎么 灵鹰打尸 使得刘景 杨苏冬 杨苏冠道 七年剿灭怒苍山匪寇时 他人曾有一面之缘 这怒苍山三子一出 猛的柳王天 唯子壮 秦仲海三人 身子都是一阵 卢元见众人脸色大变 心下暗暗汗矣 不知他们为何神情如此 杨苏冠倾壳一声 道 也是为此 那日我灵鹰师兄 便把刘总管认了出来 但那容貌猥琐的中年汉子 却是不识 只是看到猥琐汉子身法高明至极 想来也是一代宗师 知不知是谁 武定免兴道 那日我在神机洞中 模模糊糊间 建造两团乎影 难不成便是刘景 和那容貌猥琐的男子 可他们去那儿做什么呢 莫非也是去找皇帝的海谷吗 他心下暗自猜想 却又找不出头绪 柳王天道 照老夫看来呀 刘景竟然取得天山 八成便是去调查 江冲的行踪 线下有徐铁头和穷国长 两人替他撑腰 看来这场斗争还有得拼拿 大伙儿这几日回去准备准备 赶紧把行囊收好 和嫁人知会一声 晓得吗 众人自是高声答应 柳王天特意把卢元留了下来 提点他一番做人做事的道理 免得一到江南 又得罪豪门巨富 导师定会惹出无数纠纷 第二日清早 卢元带妥应行行礼 便要启程难想 朝廷为他雇来十余名书童家丁 一路照护他前去常州 眼见顾子元 柳王天 秦仲海 武定缅等人挥手作别 卢元自是感动 卢元前夜与顾千夕说了一夜情话 两人好容易团聚团圆 自都不愿分离 此时出发在即 卢元不见顾千夕前来送行 行中更是一片寂寥 武定缅向前行来 道 卢兄弟啊 这次眼灵飘去的案子 全靠你了 希望你能为苦楚 平凡冤屈 也替你哥哥 出一口恶气啊 卢元点头道 啊 武兄写的状子 我已经看过了 看来那图灵星 前灵翼二人 罪行最为重大 此次若能抓住 其中一人 再领其供出主使 此案必定能破呢 武定缅握住 他的双手 道 昆仑人马 行事残暴很厉 你凡事多加小心呢 千万别着了他们的道了 哈 再过几日 阳郎中便要下来相助 到时我自可轻松许多了 武定缅点头称事 却是难掩神情落寞 秦仲还上前道别 他见卢元眼中 略略带有仇丝 忍不住笑道 哎呀 卢老兄啊 你又泪眼汪汪的 做什么呀 每次看到你 都是一脸倒霉相 怎么 连干支周 还是这般神奇啊 秦家院取笑了 你自己 也要多保重啊 说什么保重啊 你这张下下 几个月后 便可反惊树枝 到时候 大家再喝上一杯吧 卢元想起 这些时日不再经历 只怕与顾谦席间的感情 又有变化 行下平添担忧 众人互道珍重 挥手作别 卢元忽见 情众还一眼中 有一丝狡愧 不知他又有什么 奇怪阴谋 忍不住暗自起 卢元坐在车里 拿起长州周志去读 念道 长州 立苏州府 户三万七千一百五十五口 长州 以西北虎秋山 兵 长荡 阳城等湖 东有楼江 云出太湖 东南 半运湖 他念了一阵 心道 我此番授应为官 定须为百姓 好好干一番事业 绝不忘昔日穷苦时的志向 他想了一会儿 只觉热血沸腾 浑身静地 呼得凉风吹来 却是好一股浓浓秋意 当此秋景 猛地又想起顾前夕 他心下一阵惆怅 只觉情思难解 忍不住 又哀声叹气起来 却听车夫道 这位支州老爷呀 你眼下就要去当官了 怎么还在这儿哀声叹气的 好像是去杀头一样呢 却言听着车夫说话 声音寒浑不清 喉吐有些油井 想来此人定是伤风喉童 当即道 兄台手术电话吧 免了伤了嗓子 那人笑道 伤了嗓子 那倒不会呢 跟着笑问道 听说卢之州还未娶清呢 可曾有了一中人吗 却言想起了顾前夕 脸头道 在下结识了一位天下第一美人 这几日好生开心啊 那车夫痴痴一笑道 天下第一美人 可是杨贵妃嘛 卢言眉头一皱 学音思道 这车夫好生无礼啊 当即低下头去 不理不睬 过了一会儿 那车夫又问道 诶 据说卢之州 以前曾做过军中参谋 还曾保驾公主和亲 可有此事啊 卢言一一的一声道 诶 你怎么知道这许多呀 啊啊 我是听朝中大臣说的 卢言想起公主 灯石一探 悬死道 不知公主这几年过得可好 那克拉之亲王 可曾好好待她 正想见 忽听了车夫问道 卢之州为何叹气呀 可是想到 那貌美如花的公主了 啊 是啊 公主待我好成亲切 不知道她这几年 可曾幸福美满 哼 卢之州何必发愁呢 要是她日子过得不快乐 卢之州还可以请调西江 好去探望她一番呢 卢言听她说话 语气越来越轻调 忍不住丑美倒 你这人说话怎能如此无力啊 你专心驾车吧 忽然那车夫齐江一驾 已然转向西行 卢言惊道 哎 你干什么呀 咱们往南去啊 那车夫笑道 我看呢 还是往西去吧 这才能早点送礼 与公主会面呢 卢言惊下大仪 猛地跳到前座上 喝道 你到底是谁 那车夫扑斥一笑 跟着将帽子脱下 傻时迎风飘来一头乌黑绣发 卢言惊眼前好一张柔美面孔 正自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卢言大吃一惊 产生道 啊 倩熙 是 是你 原来那车夫正是顾倩熙假扮的 只见他严嘴笑道 我看呢 咱们还是早些到西江去 也好送你去当驸马爷呀 卢言想起情中海送行中的狡猾眼神 原来他早知顾倩熙悄装车夫 只是不点破而已 卢言乍见爱驴 一时又惊又喜 又烦又忧 惊的是顾倩熙忽而到来 实在太出意料之外 喜的是他如此深情 想来两人感情不至再有变化 只是心中烦忧的 却是顾死缘的人 想来他们不见了千惊小姐 此时定是气急败坏 暴跳如雷 果然 上书府里已乱成一片 顾夫人和二姨娘 更是吓得花容失策 他们四下找不到小姐 不知她溜到哪儿去了 但要抓住小红旋闷 谁知这丫鬟 也跑得不见踪扬 顾思源从书房里 找到一封书信 却是宝贝女儿向她辞行 说要返乡省清源源 顾思源静一不定 找来二姨娘戏问 才知顾倩熙与卢元 两年前早已有情 看来宝贝女儿定是去寻卢元了 只是说来奇怪 前些日子要她与卢元同桌吃饭 直如杀头丹的男手 谁知过了两日 却又如交似期 舍不得半天奋离 看来这女人心海底针 便是她这个坐地的 也是看不出半点痕迹 天性 卢元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将来闺女即便与她同游同居 也不会生出什么 违背礼教的事来 只是想起宝贝女儿 如此任静 顾思源还是颇为生气 只恨过去 不曾好好管教 那二姨娘更是气得 哑哑哑哑的 恨不得将卢元抓来 千刀万剐才能一途闷气 恐惧是什么 恐惧是胆怯慰素的娘亲 是大声哭嚎的警铃 恐惧是世间最无意的情感 就像羞耻悲伤一般 恐惧是如此的无用 如此的令人鄙 无异于成功 无异于胜利 只异于苟言残喘 悲言屈息 达达国第一高手 哲尔丹 这样教导着弟子 自六岁丧母以来 五十七岁的哲尔丹 不曾落下一滴泪 也不曾感到一丝迷惘与恐惧 他是可汗最养张的武将 弟子兴头最重养的慈父 他是北京匈奴 最能打的人 身长九尺 铜筋铁骨 鹅角争容 无畏者 无敌也 当哲尔丹用铿枪有力的 阿尔泰语 吼出这句话的时刻 他的身影仿佛便是战神的华神 这就是哲尔丹 北疆沙场的无敌勇士 有奇怪的声响 好生鬼局 好像有野兽在脚啃人的骨头 浓烈的杀气 明满自主 那咀嚼声自远而尽 游游入鸣 伴随着远处兵族的低沉哭声 黑暗中仿佛罗刹到来 降临翁京城 罗刹 西方佛国的凶神 会吃人的恶鬼 当他迈入宫门 此地即将成为人间炼狱 哀嚎与哭声 惨绝人寰的血性屠杀 将会让残存百姓 永生难忘 罗刹到来 已在宫门不远 魔王降临 天地孰能党之 我能党 我的名字叫做 哲尔丹 黑暗中 哲尔丹一立正门 炯炯目光像是两盏明灯 照亮了惊骇中的温京城 宫门正前 黑暗无光 死神跨过满地的尸首兵人 一步步地朝哲尔丹醒来 千名兵族数百侍卫 无人能够阻挡恶鬼潜入宫城 唯一的屏障 只剩下哲尔丹的一双铁拳 哲尔丹清除了自己的使命 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可汗的天威 妃子的真洁 都必须用自己这双铁拳守护住 无尽的黑暗 低沉的哭嚎 孤身以人面对妖魔 这样的处境 让人感到绝望 也许常人会因此畏缩吧 但站在这里的人 叫做哲尔丹 墨北第一人 蒙古第一高手 北京匈奴最能打的人 他有许许多多的称号 来者即便是真正的妖魔 他也没有退让的理由 在蒙古 他绝对是无敌的 来人已到三丈开外 终于停下脚来 睁着野兽般的统领大眼 直直望着自己 很高 很壮 肩膀宽阔的 像是站起的牛 不太像人的长相 哲尔丹虎目声微 反瞪着眼前的恶鬼 九尺身材 加上鬼野色的丑脸 乍一见到 确实会让人 联想到魔王 会怕吗 不巧得很 自己恰好 也是九尺高矮 连一寸也没差 不同的是 他 哲尔丹 可不是站起的牛 他是步行的雄狮 从塔克拉玛干 到戈壁间 最强的雄狮 停步 熊魂的吼声 从哲尔丹的喉间冒出 短节有力 足以让敌人兴计 来人停下了 好似在回答 哲尔丹的吼声 他的喉间 也发出了 嘶嘶声响 河院中 同龄大眼 伸出一光 嘴唇下 森白的牙齿露了出来 伤头还沾着碎肉 让他看起来 更不像人 连牛也不像 只像只怪物 哲尔丹看着怪物 问道 像火 他手指远方 冷冷地道 滚 紧接 直接 毫无转换余地 这便是哲尔丹 说话的调子 黑尘夜色中 对方咧开了嘴 挂着笑 赫红色的牙龈 让人想吐 冷笑 灭笑 轻视地笑 对方没有退让 便是挑衅 折尔丹的声音 撕裂了诡异的夜空 阵听皆响 你要战 便作战 蒙古第一高手 以雷霆万军之事 喊出了 成吉思汗的名言 傻尸间 排山倒海的真气 从体内狂涌而出 力道爆发 赫尔丹重重向前塌下 刚猛巫兽的掌力 呼唧而去 气势之强 足以傲视北京数十国 距离枪呼撞击 杀陈飞扬 对手身子一晃 赫尔丹也是一晃 对手没有倒下 那么 自己呢 赫尔丹望着脚下 地下掀出了深深的凹痕 这个足迹是他留下的 青石地板 深达寸许的足印 那是只有爵士高手 才能踏出的痕迹 不过 也只有往后退开的人 才会留下这种痕迹 赫尔丹发怒了 他爆和一声 击出第二掌 双掌对撞 巨响声中 有股怪力向前冲来 撞开了赫尔丹的右掌 他的脚踝 感到了疼痛 那股莫名力量 还在向前袭来 刹那间 达达国第一高手的胸腹发闷 显出了郁闷 他必须把竹脚突出 想要调云呼吸 对手却没有放松 他主动发招 又是一掌袭来 第三次队长 指纹轰然大响 这次 折尔丹必须立冠双腿 不然自己会倒下 再一掌 他喘着气 又一掌 想要弯腰 终于 第五次队长 折尔丹 伸手捂住了胸口 怎么会这样 无敌的勇士咬着牙 问着自己 黑夜 五光的夜晚 除了自己浓重的喘息声 他什么也听不到 魔王嘶嘶冷笑 还在向前走着 十尺 五尺 三尺 终于 处手可及 眼前的景象慢慢模糊 五十七岁的自己 武功体力巨大巅峰 他若挡不下眼前的妖魔 天下 熟能挡之 折尔丹的脸色已成铁青 掌心开始出汗 心跳渐渐加快 嘴角 微微颤抖着 届手可及时 使用光脱迹 勇装 费